以天开车很多朋友都只会打开咱们的乙刮机 但在视频中的这样的大乙天机 即使你打开了乙刮机 我们的视线还是很莫酷 那么我们以天开车应该注意哪些视线呢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以天开车要注意的四个安全操作 我们在开车以前都要知道 我们的车上都有这些按键 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些按键的分别操作 那么第一点我们以天开车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手动关闭咱们的自动启停功能 要知道以天开车的时候 在一些涉水或者说涉水比较省的地方 如果你的发动机已经熄了火 那么你因为开启了自动启停 那么它会二次点火 如果发动机一旦进了水 你二次点火 那么我们的发动机直接就废了 要知道我们的发动机因为涉水以后 那么进行二次点火 这样报废的 咱们的保险公司是季节理赔的 那么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第二点 以天开车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内外温差比较大 所以咱们的玻璃上非常容易起过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使用咱们的这个空调 我建议哈 以天开车的时候可以常开AC键 咱们的这个按键亮的时候 它是内循环 不亮的时候它是外循环 咱们要学会合理的使用 如果不会开的朋友 我建议可以一直开着咱们的AC键 以天开车的时候 我们的后视镜还特别的爱挂一注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的后视镜加热功能在哪里 现在很多车企做的咱们的后视镜加热功能 都和咱们的后挡风玻璃功能加热放在了一起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键按开以后 我们就能让我们的后视镜加热 过不了一会儿咱们的后视镜就能变得特别的清晰 第三点我们还要学会合理的使用灯光 很多朋友只会开眼光灯 近光灯和咱们的双闪灯 很多朋友在比较危险或者说视线不清楚的时候 只会开启咱们的双闪灯 其实这样的操作是错误的 因为你开启了双闪灯 会让后车或者是其他车辆判断不好 你接下来不走 你可能要左转或者是要右转的时候 特别的容易发生咱们的事故 我们一到咱们以前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会合理的使用咱们的雾灯 咱们的雾灯正常情况它是开不了的 我们要先打开咱们的电源开关 然后开启前后雾灯 这样我们的雾灯才能开启 我们还要检查咱们的仪表盘上 是否有雾灯这个标志亮起 亮起了说明我们已经开启成功 如果没有亮起 那么很有可能说明咱们没有操作对 那么第四点 咱们在一天开启的时候 你会发现咱们的前挡风玻璃 怎么都擦不干净 有一层东西遮挡了我们的视线 其实很多朋友是觉得咱们的玻璃 或者是以刮气飞了 其实这些擦不干净的 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玻璃油膜产生的 我们的油膜形成的条件有很多 比如说你长时间停在树脚 有鸟石 或者说你停在油盐比较大的地方 或者说你开在路上尾气比较多的地方 那么都会形成咱们的油膜 对咱们的玻璃油膜 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那么就是定期的清理一下我们的玻璃油膜 很多朋友买车有四五年了 可能从来没有换过咱们的玻璃胶条 咱们的玻璃油膜也没有定期清理 那么这四点开车技巧 对你一天开车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